24. 蘋果日報 中國建築有份起大堡淚水廠 2015年7月18日要問A.02本報信 原水風波越鬧越大,多座公屋被驗出含源梁超標 風波源頭啟程H. 的成建商中國建築 簡稱中建,除有份興建公屋外,也接下多項施樓及大型基建工程 過去三年香港區收入佔公司總收入6至7成 有工程師認為,若相關成建商或盤頭需為事件負責 新工程招標會受影響,甚至會被禁止投標一段時間作懲罰 中國建築年報顯示,過去三年以員工的主要項目 除啟程H. 級元州H. 五旗等公屋外,也涉及多個商住項目 包括太古地產旗下的豪宅惠賢、理大第八旗上蓋及油堂商場大本營等 合約總額介乎6億至17億元 於2014年年報中,中國建築公佈中標大埔淚水廠及其輸水設施擴建工程 據水務署網頁顯示,大埔淚水廠是由中國建築及潘落工程聯營負責 合約金額為32.52億元 預計2017年8月員工 每日淚水量將由40萬立方米增至80萬立方米 佔全港淚水量約16% 唐城建商有問題可禁入標水務署回覆指 城建商所使用的淚水組件及喉管物料均經過廠內測試及獨立檢驗機構驗秀 工程於2017年完成後,會進行水質化驗 確保符合世界圈文含徐線 的飲用水水則準則 有關責任問題 香港工程師學會前會長梁廣浩認為 假如事件托實由水管引起,水像須負法律責任 為中國建築亦有合約責任,或須就事件賠償 發展商其後亦會審視事件 有機會禁止相關承建商或判頭入標一段時間 亦有工程師指,部分工程合約會參考承建商過往表現 如工商、工料等事件或影響承建商未來投標成功率 然而中國建築已逐步減少在香港的投資 過去三年公司在港已完成的工程佔總員工合約金額 分別為74.2% 58.4% 及69.2% 是公司最大收入來源,但新承接工程中 中國大陸佔合約總額比例逐步上升 由2012年的42.4%增至去年64.2% 香港則由2012年佔47.8% 大減至2014年百分之十五點二,機者胡中邦 校正正在採用力量